大家好,我是卡爾 上游戰這次出了西楚霸王向雲 他是力量型、攻擊型角色 他是石陣營的 西瓜是維持的 中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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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当你和平和交易的地方 你也要带你和你 对, 上海和平和交易的地方 你也要不要争取你 正确你 你是个好处的 你和阿希 和我 我和阿希 你不确定会成一个兄弟 我和阿希 也就是一般的想法 我和阿希 也就是一般的想法 如果任何终于成功 需要有力量 那這個西楚霸王項羽啊 他蠻厲害的 不過這隻角色要很高練 那如果你力量沒有高過對方的話 基本上你的傷害都出不來 我是建議是要抽啊 因為他威人顯現有到十幾啊 這加成蠻誇張的啊 這很多啊 你如果沒有加成這十項的話 你可能有一些戰力可能會輸給人家 那長久下來 你可能如果很多角色都沒有充威人的話 你長久下來 你的總戰力就會慢慢輸給對方啊 那就很難在PVP打贏對方啊 那這隻項羽的攻擊啊 威力蠻大的 可是前提是你要高練 你沒高練 力量沒高過對方 抱歉 後面的傷害 什麼徹甲40% 什麼攻擊力提升多少多少 你都吃不到啊 主動建一跟主動建二都一樣啊 那那個 向羽他是 敏捷型的殺手啊 那就是專打那個 神趙雲跟西施 還有神貂蟬啊 那如果你的力量低過對方的話 那你就不是什麼敏捷型高手啊 你就什麼都不是啊 這樣就只能打一些比較低等的角色啊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他的專屬武器喔 那個連擊啊 你連擊狀態要出來前 你一定要先殺死對方 先殺死對方之後才會跑出連擊 連擊出來之後才可以打 很多角色一次打六個角色 那他這隻角色能殺越多的話 那就他的buff就越多啊 那就可以提升他力量敏捷 還有那個向羽吃得到 然後連他的那個韓性也吃得到 所以這很重要啊 你連擊出不來 你後面什麼都玩不了了 那這個西施霸王項羽啊 你要讓他在場上金槍不倒 那你的 他的專屬武器 你一定要撐到LV4、LV5 LV4、LV5 有將近96%防御率 跟防御率提升120% 這個很重要啊 沒有這個 基本上 項羽光耗自己本身的防御率 只靠那90%免疫4%的攻擊 然後每回合降低9%9% 那打死對方就可以回復 機率提升9% 這個有點靠運氣啊 真的 有可能一回合就會掛掉 所以 你們要讓他存活久一點 有可能還要再搭配 單陽 然後配他的專屬武器 然後盡量高練一點 那這隻項羽就活得可以久一點 那不然的話 像我配鐵衣 我有碰過一回合掛 也有碰過他活很久 那這靠運氣運氣啊 那這個角色啊 你可以跟你的國式無雙韓性啊 還有魚姬啊 搭配一起使用 那個效果會更好啊 那這隻角色我詳細講解啊 那他的主動技能一啊 是天地 極面啊 使自身與魚姬進入天選狀態 那持續五回合啊 那選擇 隨機的六個敵方啊 並隨機清除目標的兩個強化效果啊 對目標造成 3000%的物理傷害啊 如果目標的生命值啊 高於50% 那麼最佳 造成3000%的物理傷害 最多可觸發十次 如果觸發會心一擊啊 生命值吸收提升100% 如果自身的力量高於目標 揮心一擊的傷害提升200% 側角提升40% 那這個 你如果力量沒有高過對方 基本上 你後面這個 揮心一擊傷害提升200% 跟側角提升40%就吃不到 這個沒吃到的話 你要秒掉對方就很困難啊 天選啊 就是攻擊力提升10% 乘以 解決這個魚姬的 buff啊 那剩餘持續回合啊 那抗性穿透 提升那個40% 那普通攻擊或者技能結束前啊 對水雞6個敵人啊 追加 造成技能總傷害的 20%的真實傷害啊 那無視防禦抗性 無視敵方傷害降低屬性的效果啊 不可清除複製 偷取最多持續10回合啊 魚姬會幫 西蘇霸王還有他放絕絕狀態啊 那就是 只要他們 兩個是唯一 有絕絕狀態 這個 buff在的狀態的時候 那他們生命值 永遠都不會超過 1%以下 如果場上有其他人有 沒有絕絕狀態的那buff的話 那buff就沒有 這個吃不到 那主動技能二是那個 龜虛啊 這個是專門在打那個 敏捷最高的 那個就是神趙雲啊 或者是西斯啊 這兩個最近 那個敏捷都很高啊 那基本上這個 西蘇霸王項羽就專打他們兩個比較多 二技專打他們兩個 那這個他會進行八次攻擊嘛 那每次造成 3000趴的物理傷害 如果觸發彗星一級啊 如果 那麼 偷取目標的一枚若鷹啊 那抗性穿透提升2萬啊 如果自身的力量高夠目標 則隨機偷取目標的一個強化效果 那側甲提升40趴 有100趴的機率 使敏捷指最高的一個敵方 進入 欲天之威啊 這個就是 暈的一種啊 因為這個欲天之威啊 他有直接就讓無法行動 那對方無法行動 那這個不良的狀態 抗性降低200趴 閃幣降低100趴 那一天之威中害結束時啊 全體幾方武將會心一級的機率降低200趴 那持續到每個武將之身行動結束後 那不可清楚啊 這有兩回合哦 那 兩回合的機率讓你的那個 敏捷指 最高的那一個 就是不能動啊 那你應該就是神趙雲啊 因為神趙雲現在是敏捷指最高的 力量增加LV×400 那那個 無日無月啊 那個被動技能 命輪三啊 會開啟 力量值提升30趴 那傷害承受降低90趴 命中率提升150趴 那會心一級機率提升150趴 如果重傷任意敵發 國式無雙韓信還有 向羽本身啊 攻擊力提升20趴 最多可以跌到200趴 那力量值提升10趴 最多可以跌到100趴 那敏捷指提升10趴 那最多可以跌到100趴 持續到戰鬥結束啊 那每次受到傷害時啊 如果自身的生命值少於50趴 回復50趴的生命值啊 只能觸發一次 那打死對方啊 會重置效果 最多可以重置三次啊 那基本上這個命輪三 你只要有跟 國式無雙韓信搭在一起的話 只要他 向羽殺死對方啊 那基本上 他們兩個都可以吃到 這個buff加成啊 那蠻好的啊 那你殺越多 你力量要高過對方 是絕對沒問題啊 那前提是你要活得夠久啊 那那個命輪五被動技能 刺出極大 攻擊加60趴 生命值吸收加14趴 那個命輪九這個 受到敵方攻擊時啊 有90趴的機率 使自身受到的傷害 不會超過4趴自身的最大生命值啊 那登場時有90趴 那觸發機率 每回合降低9趴 如果重傷任意敵方 觸發的機率會提升9趴 最多可以提升到90趴 那基本上你一定要打死對方 沒打死對方 你每一回合 一直9趴 9趴一直這樣子降下來 那你一開始就90趴的機率是 只會被打4趴 你運氣不好的話 那10趴的機率就沒有保護到 這4趴的超 不會超過4趴的傷害 你可能第一回合就掛掉 那你 這真的很看你的運氣 所以說這隻角色 我原本是打算配鐵鷹跟配那個 西兩啊 那 可是我有點被嚇到 有可能這角色配丹羊 我有點想配丹羊啊 不然他有時候 有時候第一回合不小心掛掉 真的是 有點誇張啊 那那個 陰式啊 傲式是那個 自身每造成一次會心一擊 有40趴的機率 獲得一枚落陰啊 累積6枚落陰後啊 一擊進入陰式狀態 那陰式狀態下 力量只提升30趴 防御率提升100趴 那主動技能與普通攻擊 造成傷害時 附加200趴力量則真實傷害 那無視防禦抗陷 我有可能會心一擊啊 那陰式三回合而已啊 那基本上 你要力量倒過對方 你一定要想辦法開陰 還沒開硬的話 就 你力量要倒過對方的話 就除非看你的面板屬性 你撐得多高啊 那防御率這也提升100趴 有陰式你比較 你這隻很那個 向羽比較活得 可以活久一點啊 那他羈絆有12345 有5個 有4趴攻擊跟6趴攻擊 這基本上這隻 一定要拿到啊 拿到的話 像那個羈絆蠻多的 加成蠻多的啊 那大家一定要想辦法抽出來啊 威人閒陷也很多啊 那不抽吧 不抽不行啊 那那個向羽的專屬武器 天龍地雲魔啊 這一個角 這個專屬武器 你一定要用到4級或5級啊 這個很重要 你沒有 他的話 向羽傷害可能會打不太出來 你要打死對方 才有辦法拿到那個BUFF加成嘛 那你力量才能慢慢往上疊 那這隻 算術武器 雖然沒有 提升力量 這是一個小缺點啊 可是 他有提升攻擊力啊 那還有提升防禦力啊 你有這個的話 呃 光是這4級 防禦力加 就是6趴5級 加120趴防禦力 你這隻向羽比較能夠活久一點 不然的話 你一回合被秒都是很正常的啊 那他這個LB4到LB5 LB5的話有 攻擊提升60趴嘛 防禦提升120趴 忽視傷害反彈提升100趴 若重傷任意敵發 使自身進入連擊狀態持續4回合 當自身處於連擊狀態時啊 造成傷害提升100趴 強化契約則 普通攻擊 普通效果啊 那隨機對6個敵方造成 3000趴物理傷害 如果出發會心一擊啊 追加造成3000趴物理傷害 如果自身力量高攻目標 則傷害加倍 那傷害不受虎暴等 普通攻擊傷害 提升效果的影響啊 那連擊使用主動技能 或普通攻擊後啊 如果自身處於連擊狀態 會額外追加一次普通攻擊啊 那同一回合 可以觸發多次啊 連擊的 觸發普通攻擊的時候 不能觸發連擊 那不可清楚複製透區啊 那這隻項羽沒有配合這個 那個專屬武器的話 防禦力是絕對不夠的啊 所以你們 一定要想辦法補這個 那個 補這個專屬武器啊 那這集影片真的有個難製作的 終於把它講解完了 那我花了超多時間去 去 剪接 OK那這樣子啊 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那就這樣子啊 那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 感謝大家 掰掰